好了,开课了 能不能抓紧进入正题 OK,私命 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我认为是对于新手小白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从我这么一个女屌丝的 这么多年的奋斗经验来看 就无论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这第一步规划好才是成功的 关键还有开始 第一步就是定目标 就好多潜能大师也曾经说过 就是成功就等于定目标 意思就是当我们达成目标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是成功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是当我决定拍西瓜视频 这件事之后 我是怎样给自己定目标的 这个本来是在我店长前面 就是在我眼前贴着来着 为了方便大家看 我给贴我墙后边了 就是这个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中期的目标 就是我中期目标是根据我长期目标来分解的 所以说是以年来为单位的 每过一天就是完成当天的任务之后 我都会画一个沟 这基本上半年了 半年多了 七个月了 我给自己定的2020年的目标 耸收入是50万 就不管我们自己定多少目标 这个目标首先是要合理的 就是我们自己稍微点起脚尖 努力一下就能达成的 就千万不要定太高的目标 如果说定的太高的话 你自己都会认为遥不可及 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完成 那这样的话 我们定目标就没有意义了 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我定这个50万的目标 是在我有稳定收入基础之上定的 因为之前是有视频 我分享过好几期 就是我平时做的这个公号呀 社群运营呀 还有这个游击撰写呀 等等这几项工作 加起来我每个月的稳定收益 是三万二的 那算下来 我这一年的稳定收益 就是38万多 那所以呢 我如果是要达成这个50万的目标 我只差12万 那这样的话 我就要利用我空余时间 来完成这12万的这个收益 就可以了 那我今年的目标就算完成了 那我今年过的就算成功了 其实这个12万还是相对于 我来说是比较好达成的 正好上期视频也分享了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私媒体 所以呢 也就是相当于 我这12万收益的来源 这个来源方向是确定了的 也就是确定了这个发展方向的 好了 到这先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定目标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就是点起就可以实现 那第二个就是目标很清晰 哎 空闲时间赚12万 那第三个 12万收入的来源 也就是方向清晰 就是缩私媒体 那这是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 就是很清晰了已经 然后呢 就该第二了 就是有了这个清晰的目标 还有方向之后 接下来我就要去想办法 就是计划一下自己 到底怎么样完成这个目标 然后就该想办法了 就是你对于我来说 什么一想天开呀 一夜包覆呀 或者是突然某一天赚个12万呀 就这些事情 我想都不敢想的 就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没有那个运气 然后我也没有那个特征 也没有那个头脑 就更没有那个背景 还有实力了 所以说 对于我这么一个小屌丝来说 我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那所以呢 就是当我定出这个目标来之后的 第一步 就要分解这个目标 就是进行目标分解 那我把这个12万的这个目标 就分解成了12个月 那这样的话 看起来其实完成这个目标 就轻松很多了 那接下来就来拆分吧 我当时就想呢 硕斯媒体 那就是因为没有人带伞 所以呢 就是肯定是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 就是积累我们的作品 积累我的粉丝 积累我的经验 肯定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就是在2020年的123月份 就是我计划的这个目标收入是0元 就是前三个月 我就本来就没有计划的要赚钱 然后呢 涨粉目标是2000个 当时幻想呢 4月份5月份 哎慢慢就开始赚钱了 哎慢慢慢慢到年底 这个目标就完成了 那到这里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我们定的这个目标 是要可以拆分的 是要可以细化的 就是而且呢 还得有一个时间限制 你看我定的是以年为单位的这个目标 然后是细节的话 就是拆分到每个月 那这样的话实现起来 就会相对的容易一些 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去实现 那如果是都按照咱们预定的去走的话 那今年的目标就是可以实现的 然后接下来就到我的这个第三步了 就是分解完任务 那接下来就该我们去执行了 你像刚开始执行的时候 肯定是自己不能盲目的去 什么瞎拍呀 瞎发呀 瞎长事啊等等的 因为万一咱们如果是发布好的话 触犯了人家平台的一些规则 可能就会违规了 所以呢 磨刀不误砍柴工 就是先学习 于是呢 我就把这些西瓜视频上的官方教学账号 就官方的教学账号 你比如说西瓜大学呀 西瓜舞蹈学院呀 西瓜那个知识啊 或者是西瓜新手村等等的 就是有官方老师讲课的这些账号 我全都关注了 关注完了之后 我是统一的每一个账号 我是分账号去学习的 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学了一遍 然后呢 我还有就是边学边提炼重点 稍等一下啊 这些都是我当时学习的笔记 因为我自己认为自己是比较笨的 我是先用电脑提炼了一遍 就是进行了一级提炼 然后提炼完了之后 看到没这么多的内容 全都是这些老师讲的知识点 这些都是我一个字 一个字敲出来的 就是边听边敲音 打字比较快 然后老师讲啥我记啥 就是学完一遍之后呢 就是把这些记下来的知识点 然后我又加上了自己的理解 于是呢 就是梳理成了这样的思维导族的这种形式 这些是我当时 当时用的功 相当的努力 相当的认真 就是为了能在这个领域 有一个好的发展 在好多人看来 这应该算是一个最笨的方法 当然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熟悉我的老铁 就是看过我以前视频的老铁 应该看到过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从倒数第一 然后抄书 抄到了高考 考了个全年级第六考走的 那会用的方法就是抄书 所以呢 我觉得真的是 好进行不如烂几头 就是都写下来 把这些知识点 然后就是我学完这些之后呢 就开始尝试 试着去 因为我定位的这个领域 是五老个领域嘛 就是它覆盖面比较广 不管我日常去做美食啊 还是拍我出去旅游呀 还是拍我就是日常工作呀 还是拍我吃个什么美食啊 等等的都可以 就是很多题材 它是不限制的 所以呢 就是我就开始尝试 写这个Vlog的这个大纲 然后呢 尝试拍摄 尝试剪辑等等的 但刚开始的时候 我弄的真的是特别特别慢 尤其是写大纲的时候 写大纲得写一天 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因为不知道到底应该拍哪些 拍哪些东西 然后拍摄基本上也得一天 剪辑发布也得用一天 所以呢 就是可以翻看我当初的视频 刚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是三四天才发一个视频 那一个月差不多 顶多是能发个八九个 已经很不容易了 就当时起步的时候 真的太难了 就是很想很想放弃 那因为你 差不多你平时 白天有日常的工作 你得赶紧先给人做完 你像做这些的东西 就是拍这个视频啊 什么的都得抽时间 就每天辛辛苦苦的去熬夜 加班到晚上两点多 然后第一个月的 但是第一个月就见收益了 第一个月的收益 差不多是二十多块钱 然后粉丝是涨了五百多个 但是当时是看不到大希望的 也就是感觉自己付出的 努力太多了 然后说 就是挣着二十多块钱 离我的目标差的太远太远了 也想过要放弃的 然后整着整着 就到了二月份了 二月份正好 这不这个新冠疫情就爆发了吗 当时天天才加闲呢 确实是实在没事干 然后我就寻思着坚持着吧 反正一天还有二十块钱的 不转白不转 然后差不多那会儿是 十天半个月发一次 就是十天半个月发一个 就是二月份的时候 发着发着 突然有一个视频就火了 就是我写的那个 就是一个闺女两个谁 这个家里招谁了 这个视频播放量也高 然后一下涨粉 涨了一千多个粉丝 突然这么一下 就感觉就看到希望了 但是过完这个视频之后 一下又开始不温不火的了 就是处于一个 白天涨一个粉 晚上那个粉 还得掉下来的这种状态 天天就这样的状态 一直到的四月二十四号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当时我就是有点担心啊 靠着这个拍视频 赚不到我年初定的这个目标 就是赚不到这个十二万 所以我得另想办法了 就是我跟朋友商量了商量 然后要不我们去摆地摊吧 所以说四月二十四号 那天开始 我去摆夜市了 然后就是处理我仓库里的 一些化妆品啊 包啊等等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然后呢 就是我摆摊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素材了 然后我又开始就是拍我摆摊 拍我摆这个夜市生活的 这些视频 就是记录 哎 结果就是这么一下开始涨粉了 就是从四月二十四号开始涨的粉 到现在就没有停顿过 基本上就是最少每天也能涨两百 两百个粉丝 最少的 所以呢 就是之前的视频也跟老铁分享过 就是我从一月份到四月底 差不多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从零个粉丝涨到了三千粉丝 就是将近半年了 涨了三千粉丝 那会儿的收益好像是七百多吧 就五个月的整体的收益是七百多块钱 然后从三千个粉丝到现在五点五万粉丝 也就用了从五月份到现在 就等于三个月的时间嘛 你像六月七月这两个月的平均收益 基本上每天都是在二百多的 二百多 算是逐步的走向正轨了 这里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经验啊 就是我们定完目标 定完这个执行计划之后 就是拆分完这个执行计划之后 一定要坚持 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每一步都要要求司机有收获 就是不管它涨不涨粉也好 赚不赚钱也好 最起码你长一些经验 咱们如果是拍视频赚钱的话 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 就是你比如说羡慕别人 一个月涨十万二十万粉丝 或者羡慕别人播放量 每天都四五十万五六十万 可能这一个月人家靠播放量 都能赚个十来万 千万不要去羡慕他们 首先因为对于咱们这种草根来说 可能是没有那种实力的 大部分既然看我的视频呢 我觉得水平都跟我差不多的 都是属于草根一组 所以呢咱们不要去看他们 不要去羡慕他们 但是呢咱们可以去模仿他们 学习他们的长处 就是不要让他们的快速涨粉啊 快速收获财富呀 不要去让这些 找断了咱们心智 因为对于咱们草根来说 能一步一个脚印的 去发展上去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能他们就是赚到一百万 人家用两个月的时间 咱们哪怕就是用一年的时间 咱们去赚个十万八万的也行呀 那也好过就是天天 无所事事迷茫焦虑的好 所以呢对于咱们这些草根一定要稳 最后一点啊也是第四 就是咱们不是拆分目标了吗 可能拆分到月拆分到周 拆分到每天 一定要去及时的做总结 这样的话也方便咱们 及时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去调整明天或者是下周 或者是下个月 或者是下半年的这些执行方案 就是确保咱们在完成 整体目标的同时 还能再有一些收获 不管是能力上的提升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收入也好 再给大家透露一下 我八月份就是到十二月底 更改之后的目标吧 就是我调低了一下我拍视频的收入目标 因为就是前一阵百夜市 然后还有理财等等的 已经赚了几万了 所以说我八月份就是剩下没化钩的这些日子 也一共也就五个月的时间了 就八月份到十二月份拍视频的收益 我再赚六万块钱 就可以超额完成今年整体的这个目标了 但是呢我又加了一下 就是加了一个这个可以量化的 这个粉丝量的这个目标 看到没 就是希望到十二月底 希望我的粉丝量可以达到十六万 来个特写 十六万 好了老体们 咱们这个定目标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 不管咱们是想拍视频也好 或者是创业也好 或者是做其他事情也好 建议大家可以在开始之前 一定要先给自己制定一个 以半年或者是以一年为单位 然后呢拆分执行之后 就是咱们点起脚尖就能实现的这种目标 当我们达到之后呢 再给自己定这个接下来的半年 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两年的目标 就是咱们这样每一步都是小步快跑 一步一完成 一步一成功 如果咱们每一小步都能说稳定的保持成功的话 那到最后咱们理想的这种生活 可能就是毫不费力的 就真的在咱们自己身上实现了 最后呢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调查结论啊 这个是之前我们公司给我们 就是他调查了很多的这种年轻人 这年轻人里边有27%的人是彻底没有目标的 而且呢 他们的生活状态基本上都是很不如意的 就是天天生活在各种的抱怨的环境状态下 然后另外呢 有60%的人 就是他们对目标认识是很模糊的 就基本上的生活状态是处于刚刚满足温饱 就是满足温饱 然后也不去想别的 混日子的状态 然后另外呢 就是有10%的人 就是有清晰的短期的目标 那他们的生活状态基本上是在社会上属于中上层 而且是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那最后的有3%他们基本上都是有着短期目标 还有长期生活目标的人 那基本上他们的生活状态就是属于那种顶尖的那种生活状态 就是不管是物质也好 不管是精神生活也好 就都是特别满足的 之前没有接触定目标的时候 其实是理解不了这些话的 但是当你真正的开始定目标了 然后照着那个目标的方向努力了 然后最后实现目标了 就真的能理解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个事实 所以呢 为了咱们未来特别特别美好的生活 开始学着去定一个小目标 然后去实现它